现在在这次一份 台湾捐赠全台首创的大型车先进驾驶 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台湾守护者联盟理事长余子莲 半导体领导厂商台湾董事总经理陈志豪 拿起新型手拿牌 一同贴在看板上 宣布将捐赠全台首创大型车先进驾驶辅助 以及管理系统给守护者联盟 会优先安装在偏乡地区的消防车辆 提升出勤安全 全台首创一个大型车 一个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是一个驾驶的辅助以及管理系统 其实这个是我 我可能甚至相信也是全球首创 因为我们的传感器 我们的方案其实用在非常非常多的引用 只是结合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活动 的确是我第一次看到 把设办商品能够在消防计划里面 它甚至顺利能够减少事故的办法 反映减少一条人面损失 就是救赛的家庭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配备任务型车机 可以及时将车辆位置以及影像 上传到云端管理平台 可以提升消防的救灾效率 更有360度的环境系统 没有视野死角 提升车辆行车以及停车的安全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系统能减轻消防人员 出勤的伤亡 然后加速救灾的效率 公益协会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赠 能够抛砖引玉 提升大型车辆的行车安全 也让所有的用路人能够更加的安心 并且期盼未来能够使用在更多的大型车辆 把事故率降到最低 就超话长报道